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愈利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幫助你和你家人 能夠認識到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化的人生 袁醫生你好 Diana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知道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失衝耳龍 袁醫生 Diana,其實耳龍是否一個老化的問題 自然療法如何去治療呢 一般人知道老人家 通常都會聽過越來越差 一般人都認為失衝應該是一個老化的現象 於是如果你開始慢慢耳龍 其實都沒有辦法 但是問題呢 如果我們看看年紀大而失衝這個問題 主要不是所有國家所有地方都是這樣的 譬如有些是發展得沒有那麼先進的社會 通常他們那個 他們那個 他們那個 就是那個環境 那個噪音的環境是沒有那麼嚴重的 很多老人家呢 到老的時候呢 都不會有失衝這個問題 是 都是聽過一樣是這麼好的 那就是我們現在 就是 有這些這樣的地方的例子呢 你可以看到呢 其實呢 失衝耳龍呢 不是老人老化必定要發生的問題來的 那麼 那麼 在我們現時的社會呢 其實越來越多一些所謂年輕人啦 年輕人啦 年輕人啦 就著在一個狀言的時間呢 都在某個程度上呢 都會出現那個失衝的 OK 那麼好了 那麼我們可以這樣說呢 我們耳朵的那個出現問題呢 其實呢 跟我們那個老化呢 其實呢 那個關係不是那麼大的 反而我們環境的污染啦 我們的飲食的因素啦 嗯 還有很多的西藥那些副作用呢 去醫治那些其他的問題啦 是會導致呢 我們的免疫能力呢 是退化 而導致我們的那個那個 那個聽覺差的 那麼過去呢 我們遇到這些這樣的 就是失衝的問題呢 我通常都去找一下 會不會有些病毒感染啦 是不是 破壞我們那個那個聽覺神經啦 那麼所以呢 我們大部分的集中力呢 遇到一些失衝呢 或者年輕人的那些失衝呢 我們都會在這裡找一下 是不是 會不會找到一些病毒啊 襲擊我們啊 內耳受到感染啊 那樣 那麼原來呢 其實呢 很多情況之下呢 我們的失衝問題呢 是我們一個壞的習慣 我們社會的壞的習慣呢 令到我們那個噪音的水平呢 是越來越高 嗯 還有我們吃的那些飲食呢 是越來越差 嗯 還有呢 是很多醫生所用的那些藥呢 可以這樣說呢 就是 很多所謂叫不明來因的原因的失衝呢 其實呢 是 這些的因素是佔很大多數 嗯 可以這樣說呢 也可以這樣說呢 是很容易呢 很便宜很簡單呢 是可以預防得到的 袁醫生啊 那可不可以和大家解釋一下 怎樣是為之異龍呢 就是異龍怎樣出現呢 其實簡單來說呢 我們最主要的異龍呢 跟神經線有關的 我們叫做感恩神經性的異龍 就是在我們感應的神經那裏出現問題的 那很可能因為功能失效啦 或者呢 內耳呢 是受了損害的 那這個很可能呢 是先天性啦 當然也是後天啦 那也都有些呢 是穩定的 也都有些是一路一路的變差的 那當然啦 啊 最常見的的聽覺 啊 就是那個遲鈍啦 都是跟那個那個 那個營靈有關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當然啦 你要你要醫它或者停止它呢 其實都不容易的啦 那但是呢 亦都很多時候呢 我們都不知道的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人會突然之間異龍 或者年輕人都會突然之間異龍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就是醫生只能夠做一些 就是很表面的症狀式的治療啦 那就是試一下啦 看看有沒有有沒有幫助啦 那我曾經所說呢 就是有時候有些異龍呢 是突發性的 可能呢 在短短24小時裡面呢 突然之間一隻耳仔 或者兩隻耳仔 都會耳龍的 那在醫學上呢 遇到這些情況呢 他都覺得呢 應該是一種所謂那種 病因引氣啦 或者是病毒的感染的 那或者呢 跟我們那個血管的問題 應該是有關的啦 那但是呢 沒有人親身正正可以看得到啦 因為病毒這樣 什麼病毒呢 他怎麼驗呢 是不是 你怎麼在中醫那裡抽些 抽些組織裡去看呢 其實根本就是 大家都是猜是猜啦 那好了 那遇到這些情況呢 突發性的呢 醫生一般呢 都假設是因為病毒引起的啦 但是呢 他用什麼醫療方法呢 就是用一些雷固醇啦 是吧 那但是呢 類固醇是消炎藥而已 是吧 其實不是用什麼什麼 什麼病毒的 也都不是用來殺菌的啦 那只不過呢 任何的病呢 都有發炎的 那中耳發炎也好 內耳發炎也好 那都是其實什麼病呢 都有發炎的 那在類固醇呢 是消炎啦 怎樣也好呢 是抑制那個炎症的現象啦 那通常呢 成功率都有 大概30到60個% 那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呢 雷固醇本身呢 雖然呢 是有 某種情況之下呢 可以處理突發性的失衷啦 那但是呢 雷固醇本身呢 都會導致失衷的 啊 那這個就是一個 很搞笑啊 嗯 好了 那我們很多時候呢 我們就遇到這些情況啦 那通常現在的現代的醫療呢 會做些什麼呢 就是找一下到底是什麼原因啦 是不是照一下啦 那我用什麼工具呢 我們用一些磁力共鎮 圓血指 通常呢 用磁的共鎮去想 去靠別人 就是找一下裡面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但是你知道呢 就是磁龍共鎮 能夠找到多少呢 其實都是很少的呢 那噁 那那種做這些磁力共鎮呢 呢就是都 其實都結不舒服的 其實都結不舒服的 也結得多大壓力的 也都相當 的美國 enforcedORK 那麼那麼 問題是這樣 就算你磁力共鎮 找不到什麼出來呢 其实也不是代表那个问题不存在的 其中有一个研究 这个是在医学习记1997年 医学习记《以头颈手术》的一份习记里面 他们曾经有一个研究 他说用这些磁力共振 其实能够找到病胃、导致失聪的原因 只有百分之十八点七十五 即是在很少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解释到这个可能 但在大幅成分之下 我做了都不知道为什么 问题是这样的 你看到有损伤 但有什么可以做呢?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因为在西医现在的立场来说 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可以治愈那个受伤的地方 除了你说 刚才所说的那个雷固醇 但是雷固醇本身都会导致失聪 对吧 那大家一般的主理方法 大家都知道 就做什么呢? 听耳聋机 对不对? 阻听器 阻听器 阻听器的主要作用是怎么样呢? 是将那个声音加响一点 对吧? 现在阻听器就很小粒 有时候埋在耳朵上 不是很觉得的 但是我也认识很多人 用助听器 其实效果都不行 很多老人家 很多人用的 用到这样子 都宁愿都不用 没有东西的 有时候用视觉看你的嘴唇移动 有时候都会猜到 如果他看着你 你听你 都会容易做到的 所以一般是用耳聋器 所谓的耳聋器 第二种是用耳窝植物 即是用一副仪器 是指导器 直入耳朵的耳窝结构 在那种情况下 目的是 你的耳朵就接收不了了 我们唯有用这个电子仪器 接收了信息 将电子的信息 另外直接输入 我们的脑袋 其实它的做法就是这样 但是你知道 任何这样的 所谓implant 即是挤一些物质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就算有时候是挤在里面 有时候也是挤在外面 有些是在皮上面 也有些是在皮下 当然 如果你挤在皮下的时候 穿过这些皮肤 当然很容易感染 有时候你不小心 会动到它 会弄掉它 就算你挤进去 或者是放置在皮外 都会导致伤口 有些时候是因为伤口发炎 也都要拔走 比率都不少 100个都有0.6个 或者1% 有些时候 发觉效果不好 要重新再做 当然了 做植任何的物质 而在我们的中耳耳耳里面 是一个很小微的手术 所以都有它任何手术的风险 成功率有多少呢 用这些 我们叫做 cochlear implant 用耳窩的内疾器 放进去 其实在成年的人里面 出现问题都有5% 如果是小孩来说 差不多有10% 当然 暂时来说 医学上 没有任何的个案 因为做这个手术而死亡 但也有些 我们的脑麻痹 或者感染 都经常都见到的 所以 可以这样说 在这个整体来说 失败率 差不多都占到5% 原来耳聋不是跟老化事 原来年轻的人都会是耳聋的 很多人都说 会有耳鸣的 但是 他们都是很年轻的 那如果耳鸣那时候 应该怎么做呢 老人家失聪 可以说比较多些 但是很有趣 耳鸣就不是老人家的问题 是很多很年轻的人都有的 那在医学上 其实呢 我们都完全是没有办法处理 处理耳鸣的 我曾经说 如果突发性的失聪 耳聋 那它会用那个磊固醇 但是呢 遇到这些这样的耳鸣 其实呢 是完全没有什么方法的 那现在只能够做到 如果你的耳鸣呢 是实在大到呢 是很困要你 那有时候 有些人呢 就会用一些耳气 那会制造某种其他的声音的 那这种的声音呢 其实某种程度上呢 是希望你呢 去遮盖你本身的耳鸣的 那就是有时候 大家都知道 有时候你在很静的地方 你才知道自己的耳鸣 那在一个嘈叉的地方 在听音乐 在看电影 你不知道自己有耳鸣 那所以 可以这么说 这些工具呢 很多时候呢 是制造另一些这样的声音 希望呢 是遮盖你那个耳鸣这个问题 那效果多少呢 一般来说呢 都有58到65% 那些人呢 觉得是帮助到的 都帮助到的 那 遇到耳鸣呢 其实可以这么说呢 更加有效的方法呢 就应该在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和我们的环境那方面呢 去找一下有没有的答案 嗯 就好过就用一个 另一个这样的仪器呢 来遮盖了它 耳鸣可以这么说呢 是一种 一种警信 好像一个 警钟 是 在你的头上呢 是发出一个警钟 因为呢 有时候的病 譬如糖尿病 或者关节炎 那 这些都是和我们的自身免疫 那个免疫能力的问题 有关的 那这些病呢 其实都会 会导致耳鸣的 嗯 那还有呢 就有些人呢 是对那些阿士不灵 我们叫做水羊酸呢 这种的化学物质呢 是比较敏感的 那当然啦 阿士不灵呢 是最常用的啦 的水羊酸的来源啦 那可能一个 一个其中原因 那你说 我不是经常吃阿士不灵的 但原来呢 很多食物里面呢 本身呢 都是有水羊酸的食物 那所以呢 就不是说只是阿士不灵的 那除了阿士不灵止痛药呢 另外一次是代替阿士不灵止痛药呢 叫Ibuprofen Ibuprofen 这个呢 也是一个 就是止痛药来的 那但是呢 都会 就是会引发那个 那个 那个耳鸣的 那但是呢 我们最近的很多研究呢 发现呢 食物 食物是可能导致 可以引发 还有呢 很多些重金属的 毒的重金属 比如圆啦 或者铝啦 都会导致我们的免疫系统 出现问题呢 是进而呢 是产生那个 那个耳鸣的 那当然呢 那耳鸣呢 永远有些什么 通常会令到你很大压力啦 是吧 那到很多 那些长期的耳鸣的人呢 开始呢 就情绪低落了 那好了 当你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呢 通常呢 会一些抗抑瘀的药呢 我们叫做Tricyclic Anti-Depression的药呢 叫Imu-Propane Promine Imu-Promine 这种药呢 那这种药呢 那这种药呢 其实很有趣 它本身这个药呢 都可以 引发耳鸣的了 哦 除了耳鸣和失聪之外呢 另外还有一个 很常见的问题 就是中耳炎 那其实中耳炎 是不是会引发听觉问题呢 其实呢 中耳炎呢 是一个可以这么说呢 在美国和很多其他的国家 香港都挺高的 是差不多呢 是最常见的 遇到的问题来的 中耳炎 那咯 有一个研究 估计呢 它大概呢 一个 在三年之内 三分仔到三岁的时候呢 差不多呢 每三个有两个 十分仔呢 已经经历过一次 几次或者几次的急性的中耳炎 那当然啦 你常常问 你会不会令那个听觉 会受影响呢 会失聪呢 就算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中耳炎所引发的听觉失聪呢 通常都是很轻微 以及很短暂的 ok 那 那 这种中耳炎呢 通常的做法呢 都是第一线 都是用过抗生素的 当然啦 这些用这样的方法呢 其实呢 可以这样说 在长远来说呢 从来是没有证实 有些什么的 长远的好处的 那 那通常 为什么他们这样说呢 他说呢 如果我们不用这个 这样的方法呢 那些人呢 就会 因为听不到话呢 就学习出现问题了 就学习出现问题了 学习出现问题了 那 导致他呢 成长出现问题了 那通常呢 用这种方法呢 是 是 是 那些家长呢 那 那 就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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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 用抗生素的 OK 那 往往呢 很多的人都知道的了 抗生素是 不是那么好的 是 是 会伤害小文仔的肠胃啊 那 就会引发其他问题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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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抗生素衣,或者在耳膜开刀,刮个小孔 或者全室塞抗生素进去,或者用或者不用之间 其实都没有大分别,反而很有趣 他说,如果室文仔没有用抗生素去治疗中医炎 他的复发率反而比用抗生素更少 用抗生素去治疗中医炎的案例来说 很多时候,他的复发率是更高的 你看看医学雜誌,英国的BMJ1997年的医学雜誌有份报导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用抗生素以防,用药可以预防 其实每预防到一个小孙子,不用抗生素,要有17个小孙子用抗生素才能预防得到 所以这样说,它的成效是很差的 问题是哪些呢? 抗生素当然可以消除细菌,但抗生素不能消除中医中的液体 或者是痛错,知道了,痛是因为我们的中医里面有很多分泌物 这些分泌物是产生压力,导致乳体痛 所以抗生素很多时候,除了很严重的中医炎有些帮助 大部分都是改善不到中医的液体分泌和痛的 我们的身体,我们叫做glue ear,就是耳胶 很多小孙子是长期有耳胶的,通常遇到中医有很多液体积枚 我通常会做什么呢?用一些导管,Gromed,Gromed 那是一种导管,即是没有办法刷入耳膜,放入液体 当然,用这些导管,通常都可以在六个礼拜里面 可以将液体释放了 但问题是,很多小孙子有百分之六十的小孙子 是五年之内的导管是要再重复的 即是说,你始终都没有医的根源 即是所谓放入水,用管插入耳膜放入水 你只不过是治那个表证 为何它宗然都没有医的 所以结果就是这样 差不多有六十个百分之六十个小孙子 是放了一次之后,五年之后要再进入管 因为那些管不会说自己会自己脱 还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原来 这些这样的,我们叫做耳膠 很多情况在五年之内,百分之七十五会自动没有 而在七年之内,百分之九十五会自动没有 那你看一下,一方面你拿支管,刀穿耳膜 但五年之内又再重新做 而百分之七十五的,你不理它,它自己到时都会自己好 所以你看一下,这种方法是很无谓的,很无需要的 但问题是,大部分的小朋友,第一次见医生遇到这些问题 有三分之一的情况,医生都叫他做手术 就是他们惯性的了,好了,问题就是这样 第一,做这些手术是没有必要,也都没有什么大帮助 但你做这些手术,会有一些很严重的危险的 譬如,它会导致你的耳膜是会增生加厚的 也都可能导致耳膜是长期穿了个洞的 会长期都会穿了个洞的 也有时候会导致忠义出现水囊,我叫SIDS 有时候它里面,因为你做过这些手术,创伤过它 它慢慢会出现这些问题 好了,我们已经知道很多这个问题的时候 到1993年,英国医学杂志里面 已经开始有一个很清晰的指引 叫那些人不要那么容易去帮SIDS做这些耳管的手术 好了,这个报道出了之后,在英国做这种手术 其实是真的减了,在1980年是很多很多的 但到后来,这个报道之后 其实就减了大概12.6% 之后你看到是轻微轻微减了 因为为什么呢? 刚才所说,为什么医生经常见你做这些手术呢? 他经常说,你不做可能会长期的失聪 就是刚才所说,中医院会不会导致呢? 因为你失聪听不到话,当然你学习语言会慢了 所以很多时候,那些人就因为这个原因 就趕快去做的,但是问题就是这样的 他们发现,差不多有三岁的小孩里面 差不多一半都会可能出现这个耳术 中医院会导致的耳胶 但是呢,只是有5%的小孩会出现 听觉出现问题 我们说的是少于三个月 就算他真的出现这个问题 都是很短的,5%的小孩会听觉 短暂,就是少于三个月 听得不太清楚 所以,因为中医院的耳胶 是导致失踪不成立的 所以那些人不应该这么急切去搞这些事情 好了,那中医院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跟我们的敏感有关的 在英国国立王家医学院那里 他曾经跟进过超过200位介乎三岁到八岁的小孩 这些小孩是经常性,长期或者重复出现耳胶的问题 发现其中80%是同时有鼻炎的 有30%是有哮喘的 20%是有湿疹的 这些很明显是全部跟我们的敏感有关的 当他们去治疗这些敏感有关的毛病治疗好了之后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中医院和我们的敏感有很大关系 我这一节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稍后回来继续我们今集的题目,失聪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杂质,氏气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资源,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回到第二节的自然疗法语力 继续我们今集的题目,失聪 袁医生,如果耳朵多,会否令我们失聪 有时候人们经常听不到,一边性也听不到 有时候我去看耳朵 我发现,整个耳朵都塞满了黄黄黄的耳垢 如果耳垢是很湿润的 很多人会遇到这些问题,很多人会常常用Q-tip去清洗 棉花棒 有时候会按一下,将耳朵扣在耳朵上 在这种情况下,会影响你的听觉 但当然,如果耳朵耳朵是一种干的 其实它不会影响你听觉 因为你知道,耳朵耳朵有很多空间 它自己的音响是可以直接去耳朵 但如果有时候耳垢是很油性的 而被你黏在耳朵上,会足以导致你的听觉受到影响 一般来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怎样去做? 很多时候,人们会去医生那里 叫医生帮他清洗,用清洗这个方法 通常医生有些特别的仪器 有一个水柱,一个水柱 把水射到耳里,企图把它冲出来 我的经验呢,如果耳油是很黏性的那些 其实都是很难冲出来的 除非那些是很大块的 那当然,如果是很大块,是干的 其实你拿个钙,其实都可以钙出来的 有时候看到的,哇,很大块 我有少少的分享 那你就可以慢慢地炆出来的 好了,但是,如果用一种冲洗的方法 其实是好不好呢?有没有问题呢? 很多时候,我们经常用这些清洗的耳朵 其实是更加令我们耳油的问题更加严重的 因为为什么呢? 耳油是身体正常的分泌 耳油的目的是保护我们耳朵的外膜 有些人,尤其是游泳的人 游泳的人,通常游泳之后 是很流行用棉花板去洗干它,抹干它 但结果发现,因为这些动作 是伤害了耳膜,耳外膜的细胞 因为它是一层那么薄的 不是很厚,是一层的 所以你用这些棉花也好 都很容易会弄伤的 导致是外耳炎 有一种外耳炎,有一种菌叫Pseudomonas的外耳炎 这种感染,可能是会直接 菌会直接进入我们身体里面的组织 软骨,血管,甚至乎骨 严重起来,所以这种做法其实也不太好 好了,有什么更加好的方法呢? 我通常就建议病人用一些油,即质然的油 吃得的油,譬如橄榄油,或者杏仁油 滴些下去,将耳油融感一点,不要那么稠 然后慢慢地将它抽出来 有时候你可以用一些很简单的泵 就可以将它抽出来 大家知道,市面上有很多这些广告都看到 有很多化学那些,除耳油那些 但是我们发现,其实都不需要 用天然的油的效果是一样那么好的 所以用一些橄榄油,或者杏仁油 滴下来之后,等它溶到那么多 你会慢慢地用吸咀的东西 慢慢地抽出来,但也要小心 当然,这些这样的做法 有时候都不小心 都会导致耳膜穿的 都会有这样的可能 大家千万,会有一个左右 我也有些关于耳朵的东西想分享 我小时候去游泳 游完水上来之后,有一边耳朵塞了 之后,那些杏仁也没有清晰 之后,要去医生那里 等它去帮我清晰耳朵 才可以听到东西 当时我是很害怕的 因为突然之间好像浓了 是呀 甚至都是这样的 但一般人遇到这些情况 都会知道是转一下它 是呀 转一下后,用下口腔 烤一声就会打开了 那你当时是不是 你试过这样吗? 有没有试过这样做? 有呀 就是几个小时后都不可以 之后就要去见医生 那结果医生找到什么? 就是很大一块耳朵在耳朵里面 就是你能看到 有时候你进了水 耳朵会膨胀 对不对? 那么脏到你平时都 譬如耳朵是干的 你没事的 但一濕了,它膨胀了 就全部帮你塞了 对不对? 那医生呀 如果用耳朵 可不可以令到耳朵清了它呢? 因为很多现在是坊间 在美容院那里 其实也有些人 就会用一种耳朵治疗 对不对? 那你每次做用之后 它都给你看到的 原来耳朵烧到最后 底部就会有很多 蜜的东西 通常会解释 这些是耳朵里面的耳朵 其实是不可能的 第一 如果要将一个 这么多的耳朵 耳朵 用一个耳朵 在反地心吸力之下 把它吸上来 其实你用的吸力是很大的 可以这么说 你的耳朵都应该被吸了 所以 但是你看到很多 其实不是耳朵的耳朵 被吸了出来 只不过 你的耳朵那里 有些耳朵 对不对? 你一路这样烧 一路烧 烧到后来 有些耳朵 会掉到底部 所以 其实你见到的都是这样 因为很容易 因为很容易 如果你不信 你就会再吸多管 你发现仍然有这么多 你再吸多管 仍然有这么多 你烧一烧十支 也有这么多 你知道你耳朵不可能有这么多 好了 有些人说 不是 我用了这些耳朵 很舒服 其实原因是什么 他有些解释 因为一种灵气 一种智能 一种磁场 一种气场的处理 但有一种很简单的解释 就是温度 我刚才和大家分享过 有时候 宋文仔 遇到中胰炎 是很痛的 很痛的 呱呱叫 因为真的很痛 那 如何处理得好呢 当然 在我们的病人里面 我们已经很多时候 我们用同类疗法 教他处理之后 他通常在家里 都避免了很多 家庭急用的同类疗法的疗剂 他可以用得很快的效果 但如果你是没有这种工具 最简单 就是用温度 用热的力量去做 简单 有些人就切个洋葱 洋葱切了之后 洋葱本身有杀菌的能力 洋葱切了一块 切开两半 接着放在焗炉那里 去焗一下 将它的温度提升 接着就 盖在我们的耳朵那里 洋葱本身有热度 是 对不对 加上洋葱本身 揮发的洋葱油 都有杀菌作用 本身已经可以有这样的帮助 另一种方法 有些人就是 用热的电灯泡 用热的电灯泡 不是螢光的那些 是热的电灯泡 在接近耳朵那里 令到耳朵更热 其实本身的热力 很多时候都可以舒缓 这些耳朵痛的中烟炎 这些问题 明白了 医生啊 你刚才提到 其实 失聪都可能是关于敏感的 其实我们 在饮食方面有什么注意 很多时候 当你遇到这些问题 第一 就是我们应该在我们的饮食方面 去试一试 就是做一些东西 看可不可以 是改变我们的饮食的方法 是会帮到我们的耳朵的问题 通常我们会做些什么呢 第一 我们发现 如果高脂肪和高胆固醇的食用 是会增加你出现 我所谓的高血的胆固醇 那这个呢 也都会导致我们身体的 血的养分和营养 去让我们中耳而出现 那这个问题 那就是呢 在这方面 可以大家去留意一下 好了 那 他们发现 也有很多研究发现 如果我们减我们的食物里面的脂肪 会令到我们 会改善一下 我们那个 那个 缓运的问题 那个 耳鸣的问题 以及 我们那个 失踪这个问题 就是很可能 有时候呢 只是减少食物脂肪 尽量减低 就已经可以完全克服得了 还有一个 种食物的问题 就是我们 很多时候呢 发现呢 如果糖分过高的呢 就会出现一种 反射性 或者一种 反应性的 血糖低的问题 因为你吃甜食 吃糖多 那之间血糖 就突然之间一跌下来 好了 血糖一跌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呢 就会直接 我们那个肾上腺呢 就会直接 是增加出来的了 你知道呢 肾上腺呢 就会 会收缩我们 那个血管的 因为肾上腺是我们 打斗的 那个工具来的嘛 那它会伸缩我们 里面 气管那些 那些血管的血液循环 那很明显呢 这个呢 也都会直接 是导致我们 那个听觉出现问题的了 那也都有一些病人呢 有一种叫做Meneer Meneer syndrome 这种Meneer syndrome 梅耳的症候群呢 通常呢 是影响我们那个眼 和耳朵的 那 发现呢 如果我们 有这类的Meneer syndrome 这种病人呢 如果他是用一些 叫做低 那个炭水化合物 高蛋白质的 的饮食方法呢 他差不多呢 有75%呢 是可以改善它 缓运 耳朵 以及听觉失聪的 这些全部是我们 叫做Meneer syndrome 这类的问题的 好了 那还有一个 有个研究呢 就发现呢 他用10个成员人的 他本身呢 是有我们叫做 内耳的失聪 就是那个听神经 音响神经 那个 神经性的失聪 那用什么呢 他就要他用很多 大量的蒸馏水 啦 減低肉类 和谷类 啦 吃多些 那个简性的食物啦 水果和蔬菜啦 減低脂肪啦 糖分啦 蠟啦 和呢 吃多些完整的食物呢 所有的病人呢 在那个听觉啊 那个 那个耳鸣啊 缓运那方面呢 全部呢 都改善了的 那些改善不是自己 主观感觉的改善 是客观的改善了 在我们的自然療法院里里面呢 我们曾经过去呢 都有很多集 是不是 讲那个 酸碱平衡 是啊 健康之道 在乎酸碱平衡呢 那其实 酸碱的飲食 做得好呢 其实很多很多 我们的身体的问题呢 都可以改善得到的 那失聪是年纪 但常见的问题啦 那年轻的人多不多呢 我曾经都讲及啦 现在呢 大部份 有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坏的习惯 生活习惯 飲食习惯 以及环境的噪音 是导致越来越多人是失聪的 那在澳洲呢 有一位医生 在1994年呢 在那个血针的杂志那里呢 就刊登到一个一个报道的 那这位医生是Dr. Eric Le Page 那他呢 他就 他预测呢 是越来越多的 年轻的人呢 是会出现这些这样的失聪的问题 他直接预测呢 是一个epidemic 一个流行病的 流行性的病 那他怎么用呢 他用一种很精细的仪器 来测试的 他用了叫做Auto Acoustic Emission Test 就从一般的测试听过呢 是有少少不同的 那他呢 用这个很特别的仪器呢 是调查了 差不多六千位人士 由初生婴儿到退休人士 他发现呢 他说现在那些年轻的人的耳朵呢 他那个耳朵的退化呢 老化呢 是比他们的父母快 成三倍的 哇 他说现在那个年轻的人 那些 比如15岁 平均15岁的人呢 他们那个受损的程度呢 是差不多45岁的人 过去45岁的 那就是说呢 你看到这个问题呢 是越来越年轻化 他估计是 跟着十年里面呢 差不多有百分之五十一的男性 和百分之十五的女性呢 呢 就会开始呢 是出现呢 是听觉的问题的 在二十年里面呢 他预测呢 这个的比例呢 会升至七十八个percent 男性 二十五个percent 女性 OK 那 现在的目前呢 这个资料是讲 都是讲 都是都 一九九几年的 我这个 我这个资料是那个 是一九九七年的资料 那他说他当时呢 是大概呢 是三十个percent 男士 十个percent 女士呢 是会 就是会有这些 听觉的问题的 那你会问 哇 为什么会 男人比女人多那么多呢 那就是很明显呢 男人呢 就很多时候呢 就是会比较 我们叫做 那些macho 那些这样的东西 就是喜欢 喜欢玩啊 打击啊 拳击啊 听那些 吵吵的音乐啊 在外国就玩枪啊 这些是其实是很吵很吵的 那当然啦 当然啦 男士的工作呢 很多时候呢 那些工作地方呢 在地盘工作啊 在那个交通运输啊 或者是那些抗抗场工作呢 这些全部都是很吵吵的环境 可以解释到这个问题的原因 哇 医生 原来这个问题那么严重 年轻的人都有那么多会失冲的 那我们有些什么 自然又有效的医疗工具去 预防或者处理失冲呢 好啦 那其实呢 在工具其实很多 方法也很多 最简单 最便宜最有效的保险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喂人奶 发现呢 如果BB呢 如果他是喂人奶 多过一年的BB呢 他们呢 就是不会那么多中耳然的问题的 嗯 而很多的混奶粉那些呢 很多时候呢 中耳然呢 是比较会特别多的 OK 所以人奶呢 其实最好呢 就是喂久一点 是起码要六个月的 OK 那就有一种保护的作用的 喂多六个月的 那在另外一个研究呢 在北欧的一个研究呢 他呢 就说呢 他说呢 有中耳然的那些十分仔呢 通常呢 他们平均喂奶的时间呢 大概八点六个月的 而没有中耳然的那些十分仔呢 他们那个平均的喂奶呢 是十三点七个月的 就是过一年的 那就是说呢 喂人奶呢 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啦 虽然喂人奶呢 不能够说 担保一定都没有问题 那但是呢 就算有问题都好呢 都发现呢 他们那个康复呢 是会快呢 和完整很多的 是 那为什么呢 因为人奶里面呢 有很多 我们有一种叫做Game Linoleic Acid 那这种的物质 这种这样的油酸 脂肪酸呢 Gamma Linoleic Acid 是会变成一种 我们叫做 那个Prostaglandin 其实呢 是那个 前列腺素的 那么前列腺素 很多种啦 那也都很多呢 是会有一种消炎的特征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喂人奶呢 是起码呢 是保护沙文仔呢 是不会有那么多 出现中耳炎这个问题的了 那我们试过呢 很多时候呢 沙文仔经常症中耳炎呢 很多时候呢 是奶粉的问题 嗯 那沙文仔呢 对那个奶粉 是出现敏感了 那所以呢 通常呢 我们就叫它割了 割了它的奶粉 嗯 那就 再用我们的 我通常用糖的疗化去处理的了 好了 营养方面有些什么做得呢 我要割脂肪 和割糖 是 是的 因为这两样东西呢 会影响我们的 血管的问题了 那脂肪和糖呢 通常什么地方会多呢 是雪糕了 雪糕很多的 雪糕又肥啦 又有牛奶啦 又有糖分很高的 那所以呢 这个一个 就是很容易可以 减除的食物了 那还有些食物呢 就是添加剂啦 比如修筷啦 硫黄啦 那这个是通常呢 是保持我们的水果呢 是表面上很新鲜的感觉的 那很多时候呢 有些沙律呢 在餐厅用的呢 它很多时候呢 会噴一些硫黄的 硫黄的 硫黄的 那有些敏感 有些敏感 比如有些敏感 是会中焦的 那还有呢 微精 OK MHG呢 微精呢 都有时候呢 是会触发我们的耳朵痛的了 那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之下呢 比如你说 你对硫黄 硫黄有敏感呢 那我会用一些叫做 Molidinum Molidinum 是一种一种微元素的 金属的微元素 有时候呢 你可能都有机会呢 买得到 这些这样的 抗物盐的 那 如果 你要是 味精敏感呢 就可以用 B6 这个方法 那当然呢 除了B6呢 我很多时候呢 我会喝点梳打粉 比如你突然之间呢 外面是去茶餐厅 喝了一些 吃到一些食物 或者喝了那些 那些很浓的那些 那些泥汤啦 其实很多都是 那样的味道 那么香浓呢 多数都没蒸的了 那跟着头痛呢 那可以喝点梳打粉 是 如果没有梳打粉 喝点梳打水啦 嗯 香港有时候都买到 买到这些梳打水的 好了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我们发现呢 就 如果十分仔 是经常有这些 敏感问题呢 我就会开始呢 去找一找 就是用自己的经验 去找 因为我发现呢 有很多 外面用的那些 敏感沙线呢 对那些很小的 那些年纪小的 那些年纪小的 十分仔呢 其实呢 那个准确性呢 就不是那么高的 就是准乱的 那但是呢 我们自己的经验都知道啦 那些什么的食物呢 譬如牛奶啦 可可啦 就是巧克力啦 是 蔬糖啦 可乐啦 菊类的食物啦 金属类啦 橙啦 这些这样的 柠檬呀 鸡蛋呢 和那个果仁呢 可以说呢 是最常见的 的问题来的 那这个是根据呢 是 一千个病人的研究里面呢 发现这些是最常见的命 那还有一些是对那个水羊酸 水羊酸呢 就要知道这个情况呢 我们要避免一些阿氏不灵 和大部分那些草药 很多的香料啊 和果仁啊 和很多的水果 我曾经说啦 有些人说 其实我都不太吃阿氏不灵的 我怎么会那么多水羊酸呢 原来很多食物都会有的 那我曾经说 就是很多的草药 很多的香料 果仁和水果 除了香蕉 梨 要批皮的梨 芒果 石榴 和木瓜 这个就好的 那 蔬菜方面呢 很多蔬菜都有这个问题的 除了什么呢 除了Cabbage 椰菜花 椰菜花 Brussels Sprout 豆芽 豆芽 即是芽菜 芹菜 芹菜 葱菜 葱菜 山菜 和豆 皮 就比较好些的 OK 那 薯仔呢 薯仔皮 有问题的 薯仔本身未必有问题 那当然呢 譬如咖啡因的那些饮品 是 很多的果汁 可能因为糖分 酒精 还有很多的酵母的食物 比如 妈咪 这都是一种酵母 是一种酵母酵 中国人就不是那么多用的 是外国人很多用这种方法 就是说 在食物的敏感 通常我要留意这些食物 是 那当然了 环境的因素都很重要 那看看有没有 就是沉满 家里的那些尘埃 嗯 可能是烟 又吸烟的那些烟 那些烟 动物的那些毛 毛毛 和那些毛菌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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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呢 就是 重金属 比如 园 和铝 都很多时候 是和我们那个 失聪有关的 好了 营养補充针里面 我有些什么可以做得呢 如果我们身体 我们的内液 耳窝那里 是需要维他命A的 所以维他命A 补充有帮助的 那也都会帮助我们 那个所谓 那个耳鸣 那加上维他命E 可能的效果会更加好 那压外的维他命D 也都可以帮助 改善那个失踪这个问题 那其他那些 矿物炎 譬如那个 钙 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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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多时候 都是会 因为不足 就是不足够 会导致 听觉失踪 和那个耳鸣 好了 那在同类疗法里面 我们用 就像我昨天所说 我处理很多 10元就是中耳炎 我主要是用同类疗法 因为同类疗法 效果会更快很多 就是用营养方面 就是他当晚在那里哭 哭到呱呱叫 那样 就是你要立即 立即去做 你不能慢慢的 所以同类疗法 就是我过去 是经常用在这些 中耳炎 那种处理的中耳炎 那些问题 其中的疗剂 是蒲公英 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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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常用的 如果大家 家里有个同类疗法 那些 我们叫做 home kit 有些疗剂 那那个 铁铁 铁铁 铁铁铁 通常都会在里面 那如果你什么都不懂 第一次就用铁铁铁铁 因为铁铁铁的阵型 如果疗剂方面 我们会用ponsatellar 那还有些疗剂 叫chennopodium 这个不是很常用的 chennopodium c-h-e-n-o-p-o-d-i-u-m chennopodium 如果你是因为那个声音大 因为太声音了 是搞到你失聪 那这种是可以考虑的疗剂 如果你是因为 很多耳油 塞住了 那种疗剂是 Caust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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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考虑一下 始终和疗法的疗剂是很多的 有时候很难 某一个状态 就用一个疗剂可以解决得到 有时候未必的 但是 可以小心点去找 通常都找得到 很多时候 有些生物是经常症出问题 我会看体质方面的疗剂 例如轮 Fosfus China 尼西夏 China 不是中国 China 是一个甘鸡立商 以及Econite 烏头 Arnica 生甘鸡 和 Jalcemium 亦是常处理这类的问题 在我过去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 他有Menea syndrome 即是耳鸣 有病人 失聪 和人暈的 结果 我就用Galcemium 的疗剂 我记得知道 我给他吃了之后 吃了一次 一至两次 他成几年 都没有再复发了 除此之外 大家都听过 是脊椎的条理 是 Chiropractic 或者Oceopathy 因为我们始终 我们的颈椎上截 有很多神经线 是供应我们的头颅里面的器官 在脊骨神经方面 有时候 我们会用脊椎的条理方法 将脊椎受压的部分 把它舒缓 这个也会有帮助 好了 最后就是我们所谓的压力处理 很多时候 身体有很多的问题 都有我们压力导致出来的问题 我们上几集 都开始跟大家分享过 压力的问题 我也探索了好几集 希望大家去重温一下 可以去看这方面 能不能帮得到大家 最后我们都会用一种 有种叫做催眠的治疗 原来在外国 有个医后杂志都发现 原来 催眠有时都会帮助得到 我觉得催眠 可能在催眠的状态 是帮助你减压 是 在这方面 如果大家做得到 效果都不错 所以 耳鸣 中耳炎 失聪 其实是一个 都妥常见的问题 澳洲 Dr. Eric Le Page 说 其实这个问题 越来越轻化 所以大家要正式 是及早处理才为上测 明白了 多谢袁医生 今天和我们分享了 这么多关于 失聪的资料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会诊 带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多谢袁医生 拜拜 拜拜